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2月26号 是我第八次做投资理财心得的分享 昨天一位同事找我 他说他的客户已经配置了很多的债券基金 想要再买两只基级型的 问我要推哪两只给客户比较好 我说 你就建议那只美国股票型月配席 跟环球型的机会基金给客户参考看看好了 结果他一跟客户讲完之后 客户马上就要说好 两只基金都要下单笔 这下换成我的同事在担心了 同事问我说 现在进去会不会太高 我跟他说 你这样子要怎么做生意 你自己都怕怕的要怎么给客户信心 你自己都很担心了客户要怎么信任你 你的角色是要做客户的靠山 要做客户的支柱才对 所以你一定要坚强 客户可以担心害怕 但是你一定要表现出对自己 非常的有信心 先做再说 以后遇到什么问题 以后再来解决 虽然这两只股票型基金 现在的禁止都很高 而且最近禁止一直都在创新高 不过就我长期的观察 我对这两只基金未来的走势还是很乐观 很有信心 我不敢说短期内一定不会下跌 或一定会涨多少 因为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没有人会知道 但至少你去看他们最近五年的报酬率 都有一百多% 他们都是联动美股 你长期抱着 获利应该不会太差 如果你能很有自信的跟客户说 你放心进场没有关系 就算一时套牢也不用担心 为什么不用担心 万一跌下来的时候怎么办 如果你能把这些问题的各个层面 都分析给客户听 先帮客户做好心理建设 相信客户对你一定会更加的信任 就算套牢 他也能够体谅 所以信心很重要 帮客户做好心理建设也很重要 不要怕 做业务一定要有自信